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我們看到說今天的台股 是先殺後拉的局面 本來一開盤的時候 是大跌將近180點 不過後來今天收盤的時候 是大概跌了54點 是來到12608點 又站回了12600點的關卡之上 而今天又有一些消息 包含說這個亞洲的企業獲利 台積電視要居的第九名 還有我們這一個 八月份的營收 就是已經由這個法人列出來說 八月營收創高的一些股票 這個我們有列在這一邊 這個是Cmoney所提供的 包含像是這個瑞育 易龍 然後圓展 圓鋼 帶雨 這些我們可以再放到我們的 財經大白話Facebook上頭 所以同樣問題 我們也來問一下 這個三位來賓 現在很多人現在面臨到了一些 選股障礙 選擇障礙 現在真的不知道 該怎麼樣選股才好 就連國家隊都在逢高減碼 這個電子傳產股 所以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現在到底什麼樣的股 可以保平安 可以讓我們報到年底 這個我們先來問一下士聰哥 對 事實上這幾天的股市 剛好在拉回 我提醒大家一個 就是說這幾天在拉回的時候 它現在已經跌破月線 月線是往下改 下面的話季線目前的位置 是在12372點 所以如果其實 越靠近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想辦法 拉高你的這個持股 當然往上衝的時候 你就開始減碼這樣一個狀況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 當然既然這個題目是要說 要報到年底的時候 好 我們就當然是基本面 可能就要把它擺在比較前面 那我們看的就是說 可能從今年現在開始 一直到年底 它的景氣是往上 而且大概沒有太大的烏雲的 我們就把為大家挑出來 第一個當然是台積電 當然台積電短線上 會有一點點的烏雲 就是9月的營收 大家看不清楚 但是過了9月營收之後 我覺得還是比較偏向樂觀的 另外一個就是友達 友達我講到 同雙浪都自己說 它兩年 未來兩年被人家追貨 追成這個樣子 再加上說 mini LED的這個新產品 下一代的這個面板的技術 蘋果準備要開始 在今年的產品 開始大量的搭載 明年的更多 後年更多 所以當然這是一個 在剛開始起飛的一個階段 我覺得是值得留意 而且它目前股價12多塊 各位你要知道 它的美股淨值是17塊 目前股價都還低於淨值 那你當然去佈局來說的話 是有相對的 你安全性至少是很夠的 至少擺繞年底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再來就是精彩 精彩是什麼 精彩它過去是台積電的子公司 那它經過台積電 不斷的在調整體質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今年開始從7月的營收 就已經跳到6億多 今年這個8月開始來說 會一直不斷的跳升 加上我們知道 這個台積電最看重的 就是未來的先進的封裝製程 這個是它的首號概念股 我覺得這個值得大家觀察 另外包括說像宣德 宣德不用講 它年底開始 從現在開始的蘋果的組裝 跟它都有關係 未來的話我可以跟大家預言 它會加入蘋果手機的組裝 所以現在未來 它會變成是蘋果組裝的概念股 在力訓的概念股中 它成分會越來越重 另外一個就是新興 新興短期之內 當然受到因為火災的影響 它股價受到一點點的回錯 我覺得你可以留意 它現在股價慢慢慢慢的回到 它的60日線 倒是買點 對 季線所的位置 你高檔九十幾塊不敢買 現在回檔來到七十左右的話 當然是值得留意的 它明年的景氣都 明後年的景氣 大概目前看到沒有什麼太大的烏雲 因為它跟先進封裝 都是綁在一起的 另外就是長榮 長榮的話如果以先來看的話 運費應該會逐漸的調升 所以我覺得這幾檔的話 我都覺得值得大家留意 可以報到年底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來不及做筆記也可以到 我們的Facebook上面 我們會把這個資料擺上去 好 接下來問一下朱老師 我還是比較保守安全考量 所以剛剛其實前面 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建議這到這段時間之內 真的任何好股壞股都一樣 短進短出就好 然後手腳夠快的 你可以一時做多 一下子做多一下子做空 當然我們剛剛說 這個真的就是要手腳夠快 有本事的人才有辦法做 所以如果真的要講說要報到年底的話 當然保平安的也是我剛剛提過的 買基金ETF 不是 通通都可以 要注意到的是投資等級債的ETF 當然以剛剛這檔來說 這檔因為是掛在美股 它是比較長線 如果你只看這一檔 今年以來它大概漲了5%多 5%多說好不好說差也算OK 因為這種基本上就是保平安用的 你也別想靠它賺大錢 好 但不是說一定要買這一檔 因為目前國內相關的ETF的 這些投資等級債其實蠻多的 一般確實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概4 5%左右的報酬率 都是OK的 尤其我們剛剛前面一段 也跟大家講了 接下來市場風險 會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 這種就是真的是標準的保平安的 等於說買股不如買債 就我們剛剛說我們的前提 就是還是回到我們剛剛說 就是保平安 你要安全考量 而且是你不用擔心說 是不是美股又崩盤了 台股是不是又跟著跌了 你有沒有選對股 這個真的有困難 我也想說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傷腦筋 要每天晚上睡得著 白天吃得下 所以這種商品相對安全 但很多台灣投資人喜歡買 高售一債 或者是新市場債 這一段時間真的也要小心 你不要以為所有的債券ETF 都是OK的 因為高售一債跟新市場債 基本上跟股票是正相關 如果股票跌 那兩種債也會跟著跌 所以不是什麼債券都可以買 一定要記得要投資等級的公司債 是我比較建議的 剛剛前面也提過 公債雖然也是風險來的時候 一個避風港 但是以當下來說 真的有點供過於求了 價格已經偏高了 我比較沒有那麼建議 提供大家參考 來 同樣問題問陳彥哥 如果要白天睡得著 晚上吃得下的話 其實因為現在要 因為現在是要報到年底 這時間很久 白天睡得著 晚上吃得下 晚上吃得下 然後又要一直報 報到年底 我覺得很辛苦 我個人簡單講我比較遜 就是因為要報到年底 這中間的變化 我會比較擔心 我就是想要賺錢又很怕事的那種 我雖然說現在塑化最近兩季的 出來的狀態都不好 是虧損 但是長期來看 尤其是如果前幾集 大家有注意四聰哥 有講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塑化的報價在年底 都是相對來講都是忘記 這個我一直謹記在心 所以今天這個塑化的部分 我們就拿出來談一下 第二個就是 其實金融整體來看 雖然最近這一陣子的表現都不好 巴菲特也在賣金融股 可是就台灣的金融股來講 獲利還是相對穩定 而且積極低的情況下 你說報到年底 坦白講我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 而且如果到了年底 股市相對不穩定的時候 最後以投性的操作的這種慣性 他的錢還是會往這三個 塑化金融電信流 去避嫌 所以我們等於是現在 先在這邊等 他過來幫我們稍微抬一下腳 但是當然你說塑化 可能會有稍微比較大的表現空間 金融跟電信可能不容易 但是如果也要持續報到年底 而還是有獲利機會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操作 可能會白天睡得著 晚上吃得下 是不是ETF 可能相對於這個台股來說的話 更容易讓你報得久一點 或是更睡得安穩一點 這我們首先來問一下這個朱老師 這個ETF的話有沒有建議 我們現在可以怎麼樣看 好 延續前面一段說的 現在真的我個人真的是 我們大概跟陳葉一樣 我們都比較實在一點 我們都挑比較安全的 好 可是剛剛講到 你現在安全的是債 可是不是什麼債都OK 再來就是很多台灣投資人 買債的考量都是什麼配息 所以9月份即將進入到 這些債券型的ETF的配息 大家特別看到 光9月16 9月17兩天而已 你看居然有這麼多檔要配息 好 大家講到配息一個 第一個一定會看到什麼 就是配息率 來 我先幫大家做記號 因為太多了 三顆星的代表配息率最高多少 9%多的 誰告訴你說 這個是複華的複蝕 有點繞紅 複華的複蝕不動產ETF 複華的複蝕 配息9%多 而且它連兩季 它是季配息 連兩季都配超過9% 而且它從上市以來 一共配過12次了 每一次都在4%以上 是不是非常的好棒棒 可是我跟你講 今年它的進值 到目前為止跌35% 那你還要買嗎 好 自己想一想 所以不能只看配息 對 不能只看配息 再來看到第二多的 好 那你說這個9%多 太over了 我們看到第二多的是誰 好 一樣是複華的 高收一站 台灣投資人的最愛 配息多少 5%多 這檔也是很厲害 每次配息都在4%以上 看起來也好棒棒對不對 來 抱歉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總報酬 也是負2%多 又是一樣的問題 就跟你說你不能只看配息 好吧 那我們只好看第三名 第三名是誰 告訴你是 富邦的全球保險債 就是保險公司發的債 多少 4.27% 應該算OK了吧 沒有錯 這檔基金 它的配息也大概都4%以上 更厲害的是什麼 注意聽 今年到目前為止 加上它的進值 今年它的報酬率有11%多 你看這才是我們要的 你不能只看配息 配息配了那麼多 結果進值賠掉了 還不如不要 倒不如像我們剛剛說的 配息看起來不是最多的4%多 算一個合理的數字 而且進值也在往上漲 這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整個看下去 我會比較建議 你去挑這個配息基金 你不要特別去看這些特別高的 為什麼它會特別高 很簡單 因為它進值掉下來了 因為它一樣配這個金額 進值掉下來算出來 配息率不就高了嗎 所以基本上都是假象 所以倒不如你就看那種3 4%的 它可能進值都還有持續往上 所以你這裡面你去看 我剛剛大概查了一下 我們就不一檔一檔講 大部分這些3 4%的 其實你真的才可以 進值跟配息兩頭轉 這才是我們要的 提供大家參考 我們也來問一下 視聰哥對ETF的看法 同時還有插播問一下 剛剛有網友問說 這個台尼亞你也可以長報嗎 這個兩個問題一起問視聰哥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大家可能剛才兩位都是說 提到風險的這個重要性 的確我覺得目前的風險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用ETF來做所謂的 避險的這個方法 我們到目前的很多人 當然就是說 我用這個融券就避險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台股 如果你真的要做空避險的時候 其實你盡量不要去空個股 因為個股裡面來說的話 人為操縱的力道是相當強的 與其這樣的話 你倒不如去買這個ETF 看看外資怎麼買 你看外資老子都買什麼 台灣50反1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買富邦VIX 因為它是個波動率 而且它裡面的 有這個 他目前的這個 意價相當高 我覺得都不建議大家買 你要真的要買 如果你真的看空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台灣50反1 譬如說拉到上去的時候 量價背離 你可以少量的做 尤其是如果你的現貨價位 不會很高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現貨很多 我現貨有500萬 假設你有500萬 那你就可以拿個 大概100萬左右 來做這個所謂反向 因為這樣可以同時保護你的部位 我覺得這是你可以操作的方式 或者是說你如果你比較積極的人 你就可能高檔放空 賣光所有股票的時候 你就在高檔 譬如說量價背離 台積電開始殺 或者有主流 主跌股出現的時候 你就開始做這個反1的狀況 這樣做一個短線的操作 我覺得都值得大家留意 尤其是如果假設 這幾天我們都說 我們現在是假設說 他會在季線上面止住 對不對 萬一如果美股止不住 他一直在往下狂瀉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出手去買一個短空 這樣來操作 我覺得這是短線上 你在操作的一個方式 當然很多人就會說 讓我交易期貨 期貨來說的話 現在台灣其實有兩種 個股也有期貨 然後這個所謂的大盤 也有大盤來期貨 如果你要空個股的時候 我建議你去做個股期貨 因為個股期貨 第一個他交易成本 又比做個股的空單要更低 再來就是說他的獲利 其實也滿好算的 但我們有空的話 再為大家交這個個股 所以這是整個 如果你在看到盤面不對的時候 一些避險的方法 當然我這裡面還是推薦的是 台灣50反一的反向的ETF 至於說 但是我必須前提就是說 你看空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在高檔 譬如說未來股市 假設衝上去的時候 衝到一個高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外資是怎麼操作 因為他部位很大 所以我衝上去的時候 我去買反向的ETF 來做一個避險 這有點像是鎖住獲利 Hedge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操作方式 衝上去的時候 假設未來衝 我是假設 假設未來衝到13500點的時候 你覺得高了 你就賣個小空單 用反向ETF去鎖 如果假設又衝上去的時候 你就把反向ETF解掉 然後再繼續往上衝 你個股也有 這是一種外資的操作手法 至於說投資人問到說 台尼亞尼這種股票 我覺得這種 因為他今年以來都一直很溫 很溫的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報告了 很多其他的股票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有興趣的話 剛才陳彥認同我的說法 我覺得就是塑化股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留意 好 這個陳彥哥 基本上我是建議說 台股你就先暫時放一邊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入股的ETF 因為今年以來也很明顯 入股的ETF的表現也不錯 還有沒有機會 因為畢竟現在 入股的整體估值還是比較低 企業的獲利也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看 但是你仔細看 像這個原上陣 他的上陣50大型股表現比較差 反而是這種中小型股的表現 比較好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說 重心把它放在中小型 因為畢竟現階段來講 大的公司都被美國盯上 小型的 比如說資訊科技也好 消費類的 醫療也好 其實反而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是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當然在操作上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不論是升中小也好 剛我們看到的升100也好 或是中正500 這都比較偏小型股 中小型股 確實已經大漲過一段 已經大漲過這一段 大概超過三成 現在就是在進行這個箱形整理 這個箱形整理的部分 如果低緣被跌破 我們就再等一段時間 如果低緣這個地方 它一直能夠撐住的話 我覺得就是非常好的 一個切入時機 所以現階段在台股的部分 我覺得你如果稍微 轉移一點焦點的話 入股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可以持續的追蹤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下次見 蛋黃 名字幕臨 小雙 咦 小雙 小雙 尢 你 嗎